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5月8日 星期五 晚上 超級超級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得道 三人組 是 刁先生在 這次是突發來的 本來沒有打算錄這次的 晚上 有一封 秘密信件 內部信件流出 我們就要即時做一節突發 給大家看 來到這一刻 已經是廣泛報道 出了街的時候 大家也有機會看得到的 不過不要緊 大家 記住聽下去 說到這裏 大家記得支持這部曲 因為我們 每一節都要不厭其煩提醒大家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share 予非贊助 推推我們的Twitter 和IG 我們要講一下這宗新聞 這宗似乎是跟早兩天的 罪案是有關的 毒品 冰毒事件 當然 這個冰毒事件在香港 當時是開埠以來 他們破了最大的毒品案 1.6億 總共是296公斤的冰毒 296公斤是甚麼概念呢 是等於 是等於 3個金正恩 金正恩有百多公斤 兩個金正恩有百多公斤 金正恩有百多公斤 差不多280磅 這個是兩個金正恩 你打算有兩個金正恩 被你抱著 你感覺到有多少冰毒 這件事 原來有後續 很多後續 越來越多 才是 拘捕了一個 叫做 41歲的旺角 不是旺角的 應該叫做西九龍反黑組的士沙 警署警長 俗稱雞仔餅 還是探長 以前可能叫探長 其實我想補充你很久 如果這個是集體行為 時沙一定會知情 因為那些證物一交回去 一定要交起時沙 這次是對的 因為他自己親自帶出去 給人看板 親自帶出去 事故 所以你估計是一個集體行動 是對的 如果這些案件不是牽涉 集體的 篡改資料 在比一環出事 其實他們內部一定早就有人知道 因為警察我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認為 那麼大件事 銀碼去到那麼大 而且數量那麼多 而且那麼重 不是一塊鑽石的袋子可以走出去的那些 你要抬的啊 大哥 一包的25公斤 只有5包5公斤的米 大家有沒有拖過米 超市的 拖著一隻狗 姜啞鈴也知道啦 還有25公斤的概念 那是一塊金屬的密度多高 你想想多重 但是如果你變成兵的時候 怎麼會是那麼細快的 你不會像拿著兩顆金磚那樣走 那是大份了很多的 即是抱著兩大包的那些狗糧呀 可能是 如果你去到幾十或幾百公斤那些 你簡直是要拿紅白蘭膠袋的啦 沒錯 好啦 那麼這件事呢 後續發展就是 之後又再捕一個37歲的警員 今天還有突破性的發展 拘捕了兩個 一個是督察級 另一個是普通警員 也是閉屬反黑組 這件事越來越多人 圖片越來越清晰了 很明顯是一個 黑吃黑事件 反黑組吃黑社會 批貨 真的好像無間道那樣 有一幫人 跟某些 白粉的商家 在一個友好的 狀態 和一個出售兵的商家 是一個 友好的關係 是很有友誼的 知道這位 這個 兵的商人 是有一個對家 也有同一個貨劇 跟他競爭者 那麼他 就可能 給他消息 你就去賭破他 然後 事成之後 你把這些貨 便宜價來賣給我 那麼我就可以不用自己運輸 就可以 起別人的美注了 那麼你們又可以 這麼理想 可能是這樣啦 如果不是 怎麼能夠解釋到那麼多人落獄 誰敢偷正義我 牽涉這個惡性競爭 互相 行家舉報對方 為了消滅對方 想像白街那樣 我自己獨大 一當一獨大 結果勾結一些警員 找一些他的友好人士 幫他 從中打擊他的競爭對手 好了 說得太遠了 先回到這篇文章 鄧炳強 警務處處長公告 內部文件 發給所有同事 我們可以看到鄧炳強發這封信的時候 心情悲痛 眼泛淚光那一隻 各位同事 過去十個月 香港警察一證忠於是名 為維持香港的治安及守護法紀 守護法治 揭盡全力 即使面對持續不斷的暴力 仍然能夠力患狂難 而止暴制亂的工作 也漸見曙光 及後 新型冠狀病毒 在香港示弱 警隊 也積極參與抗疫的行動 有嗎 一般的 有 成立 黃店逮捕人 由成立抗疫 專隊 最不同的口岸 協助那些 藍絲搞搞陣 進行隔離及追蹤工作 再啟用超級電腦並執行 限聚令 以阻止 疫症蔓延 警隊打擊 口罩騙案 亦從不手軟 表現有目共睹 我們的努力 更進顯 心系社會的情懷 哇很高尚啊 心系家國而已 可惜 當大部分同事 都全心全意地為社會 匡政時亂 賣力 與市民攜手抗疫之際 警隊內部 竟然出現害群之馬 你竟然用警言 很正常 你剛剛才發覺 涉族執法者的 神聖身份 有嗎 你那時候有神聖過 你們的身份 自封為王 你有多神聖啊 警察可以在警署裏面強姦人嗎 你老美 知法犯法 尤其是過去兩天 我們有成員 警因涉嫌 反毒被捕 你搞錯了 不是反毒 嚴格來說 他是把這個證物 拿出去 試圖去沽仇 是不是 好了 然後呢 嚴重打擊市民對警隊的信心 這句話 很沒水平 什麼時候對你們有信心呢 為什麼會覺得這件事會打擊信心呢 你的信心是因為 因為你那個 那個值已經是零了很久了 現在是負數 負數就像奇游一樣 負40 令我們過去的努力 基近付諸流水 身為處長 我為害群煎飯的惡行 令警隊 蒙羞感到憤怒 但我更加為 其他同事的血汗 可能要白流 而痛心 哇 警隊 是一個不分彼此的大家庭 我們的一言一行 共同建構出警隊的名譽 各位同事 我們也要明白 要為警隊建立 聲譽 須經連累月 你們一年時間就把警隊敗到一光二正 現在是負40 其實他們真的幾個月已經敗了 已經敗了 現在你還有嗎 一單七二一八三一已經沒有了 你戶口已經是負了 好像那個旗遊寶那樣拿 還欠中銀八九幾萬 但是要 將市民 對警隊的信任摧毀 可以在 一瞬之間發生 他終於知道面對真相 他終於面對這個真相 七二一已經全摧毀了 其實這邊我覺得是一篇床頭詩 我們先讀一下 我們現在先分析一下內容 作為執法者 我期望大家 能夠迎難而上 時刻以身作則 黑己實行 不是黑警 而是黑己實行 我以為他說是黑己復禮 為香港警察的 榮譽而努力 這就是他的公告 公開的 我們懷疑是 首先他有幾個地方 起碼說中了 真正的事實 警隊 市民對警隊的信任 是可以被摧毀的 是可以在一瞬之間發生的 他已經說了真話 他也不是怎麼說真話 他只是把一件發生的東西說回一次 不過隔了很多個月 當然 這個《知法犯法》四個大字 也都在封信裏寫了出來 這個也是事實來的 過往不停地發生 《知法犯法》 為甚麼鄧炳強忽然之間 那麼心痛呢 是的 有甚麼原機裏面 是不是跟毒品有關呢 勾起鄧炳強的某些回憶 沒錯 他當時破獲那宗毒品案 後來證實那宗 只是麵粉 還是麵粉 其實那宗案件 跟今天發生的這宗案件 也有 異曲同工的地方 居然將檢獲的毒品 瞬間變成麵粉 那麼真正的毒品去哪裡呢 上次你拿去哪裏賣呀 上次買去哪裏賣呀 還有啊 你知道大哥 其實很久之前 接近是兩三年前 有一個年輕人 在網上淘寶購買冰毒 誰知道呢 收到了一包冰糖 真的是冰了 他憤而報警 然後公安接報之後就寫一本章去拘捕 他上網買毒品 買冰毒 買了兩包冰糖算你幸運 這件事現在就是 真相大白了 其實我認為也未認真真相大白 為甚麼當時這個警長 他們竟然成了 叫做Teamwork 是不是應該有人買回25公斤冰糖 放進去呢 來頂替這些冰毒呢 他們沒有甚麼團隊精神 這次不夠Teamwork 正如他這次那麼痛心 鄧明強說 你們是第一次嗎 你們不是第一次的 他竟然有人犯毒 你們是不知道的嗎 竟然有人犯毒 你竟然不知道嗎 沒有理由 你寫的竟然就像你是第一次發現有 他第一次發現而已 之前那些 不計算而已 所以就是錯了 因為這個做法是長期的 應該都做了很久了 估計也是 包括 某個景區 元朗 那些 直接是 鄉黑 長期勾結 不過可能是覺得沒有試過賣那麼大數量 我們每次走也不是那麼大量的 你一鋪跟我搞鋪那麼大 我在任期內也沒試過做那麼大單的 我們做的都是雞仔主啊 你們的大茶飯 又不通知聲 那麼大筆了 處長也不能做啦 一鑊起了他 但是他五折買出來也有八千萬啦 所以他現在覺得苦豬東流 他現在把過往的努力 沒錯 在他的任期之內已經是 絕色了 毒品事件 因為 他現在爆了那麼大單 如果再有另外一單的話 也可以收檔 很難說的 我覺得這類的東西是六隻偶來的 被人發現嗎 因為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這件事破獲的時候 是由反黑組 西九龍反黑組去查這麼大單的毒品案 是不是 然後還有 出貨的時候 又剛好被特別職務隊撞破 其實是很不合理的 兩單都不應該是他們做的事情來的 兩單都不應該是他們做的事情來的 兩單都不應該是撞破 我覺得沒有那麼巧合 一定是有人故意給他們 那麼大個 數量的案件 你問我 我一定不相信是撞破的 一定是有收到線報的 沒有可能的 那麼為什麼會是反黑組去做呢 為什麼會是個特別職務隊去做呢 不知 不知 他又不是一個大的operation 那麼可能是有人給他善料 可能他善料給你那個人不是以為你是來抓人的 報料給你 而是 其他原因 將資料交給你 有這樣的交易 那麼你們就拿了資料來賭破 這樣辜負了這個有心人 我們叫你配合 你又帶人來抓人 還拿了我批貨 你這樣做沒有朋友做下去的 我是處長當然是心痛 這個是挺好的電影劇本 我覺得 立即要開拍沒有間道第四集 是啊 因為我們的創作力量和幻想真的是嚇你一跳 這個當然啦 好了 這節我們看到鄧炳強那麼心痛 其實你不需要 接下來還有很多東西 你現在才開始心痛 好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